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置办家店 又是个家务 陈志鹏在乡下花了不少钱 自然是需要商业劳金的 近日 有网友晒出陈志鹏现身商业劳金 穿着华衬衫 鞋矿鞋小包 穿着黑色的短裤 黑色接近膝盖的长靴 大扮的 还是那么不走寻常路 陈志鹏在舞台上虽然极力的活跃气氛 但看起来还是没那么开心 双手挥动起来 唱着动听的歌 在陈志鹏的脸上写满了沧桑 陈志鹏经历过人生的颠崩时期 在小虎的自火的时候 他资源不断 后来几年他像消失了一般 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候 却以一种让人看不懂的时尚 有争论的方式 虽然多了商业的机会 也有更多的钱 转 但总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比如为很多不理解的人各种讽刺和骂骂 演出结束之后 陈志鹏被要求跟本丝合影 众人纷纷走到陈志鹏身边拍照 不过看陈志鹏的表情呆滞 脸上没有一丝丝的喜悦 不知道是不是还沉浸在好兄弟去世的悲伤中 毕竟要帮好兄弟尽效 都是需要金钱去置办的 金钱怎么来呢 只能去参加商业捞金 从图中可以看到 众粉丝倒是都挺高兴的 只有站在四位的陈志鹏 明显脸上没有表情 甚至还有些憔悴 可能是近些日子比较劳累 身心俱疲 看到陈志鹏先生演出的样子 网友纷纷说 看透了世间事的人 脸上就不会有笑容 一滴走了心里肯定不好受 憔悴了 看到了世间繁华 吃得人间烟火的感觉 越来越像哥哥张国荣了 难道是第二个哥哥 感觉没有灵魂的表情 你怎么看这样的陈志鹏 全地祝福